醫生用了一個 像是通馬桶的那個吸盤 然後在那邊 左右搖擺 搖動搖動 然後 就頭就上來了 然後才把他整個爆出來 我當下那個反應就是 Oh my God 出來了 哇 是這樣喔 我被各種這種情緒 很滿的這種驚訝情緒塞爆了 所以我沒有時間感動或是緊張了 就是好像在看 你們有進產房嗎 我有進產房 但是我的狀況是 因為我老婆是剖腹產 寶寶的那個時候頭圍太大了 所以他進去 他是先進產房 然後我在外面等 我先在房間等 然後其實在房間的時候 我從前一天就開始緊張到爆炸 當我老婆超平靜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就超緊張 然後一路到門口穿衣服 隔離衣的什麼事 我就整個人緊張 ㄍㄧㄥ到一個不行 結果當我進去裡面後 就差不多 我一進去就看到醫生 正準備下庭 第一道 然後十分鐘左右吧 我包就出來了 超級快 很順利 然後在過程中 也沒有我想像中的很多血 其實因為醫生技術很好 所以血沒有很多 只是唯一一個地方就是 本來啦 我老婆一直認為我會哭 他之前就說 他就說我覺得你一定會哭 因為平常我還滿感謝的 尤其在那時候 求婚的時候 是我哭了他沒哭 我覺得奇怪 然後結果進去之後 我真的以為我會哭 但因為剛才說的寶寶頭會大 所以有點卡在那個 剖腹的那個傷口那個洞口 所以醫生用了一個 像是通馬桶的那個吸盤 小小的一個吸盤 然後吸住寶寶的頭 然後拉出來之後 你就看到頭漏了一半出來 然後在那邊 那頭又搖擺 搖動搖動 然後 砰 就頭就上來了 然後才把他整個抱出來 我老婆是一聽到出來 那個寶寶第一聲 他就哭了 很感動嘛 出來了 但我呢 因為我全程目睹 比較吐了是不是 沒有吐 我當下那個反應就是 Oh my God 出來了 是這樣喔 哇塞 就是我當時 震驚 我被各種這種情緒 很滿的這種驚訝情緒塞爆了 所以我沒有時間感動或是緊張了 就是好像在看Discovery 抽離了 然後就出來之後 他們擦乾立刻抱給我 其實跟小玉一樣 第一時間你是 沒有太真實的感覺的 而且你又不會抱 你很緊張 所以真的是到 隔天也一樣是睡飽之後 他推進來你才發現 喔 這是我兒子耶 有時候你要感動那個時間 你準備要哭了 然後醫生就會把那個小孩攤開 來 看一下喔 五根手指頭喔 Check 五根腳指頭喔 小雞雞喔 對 男生要開始 男生要確定喔 然後你就喔喔 就是像 點膠啦 點膠 先等一下啊 看公差之類的 高中間 裝潢完也要點膠 所以那時候你第一句 跟你的太太媽媽講說 辛苦累了 是叫她睡覺對不對 對 那你跟你老婆講的是什麼 哇 我忘記了耶 要數囉 我覺得兒子很健全 該在的都在之類的 好像是這種 還是走一個點膠路